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我在 海里寻觅 画心哪里有太多迷离 守我清风 彩带动力 已经有过谁人与我相依 千丝万缕 我在 海里回忆 繁华迎娶了太多风雨 若红挂你 唱歌一曲 一起梦里难言与我别离 听说了吗 这两天肖家正办丧事呢 谁去世了 三少奶奶的父亲 就是肖三少的岳父大人 前几天啊 已经办完了一场法事了 真的 可不是吗 这件事情啊 都已经在周围传开了 你居然不知道啊 莫先生 又是你 刚才看到你 无功而返 现在杭锦痛不欲生 你怎么可能见得到他呢 你这么说 林伯府真的去世了 那杭锦现在怎么样 如果你担心他 想见他的话 整个萧府 能帮到你的只有我了 所以沐先生 你要不要跟我做朋友呢 小姐 你 你就少吃一点吧 你可千万不要下金香啊 小姐 小姐 我来吧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来 多少吃两口 这点甜的对心情好 来 就喝一口 对我来 我是酒 我来 我来 你 你 我来 这不光是为了你 你就当作是为了你爹 他老人家 向你隐瞒了病情 就是希望你能好好的 不想让你担心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爹在天有灵 他能安心吗 你是他唯一的女儿 他把最后的时间都给了你 就是希望你好 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 这才是他最大的意愿 三哥 我再也没有爹了 哭吧 哭吧 哭出来就好了 哭吧 七夫人 三双奶奶 三双奶奶 七 我就是去学校看看 没有必要让他们跟着 这不是老三担心你吗 你要是想让他安心 就把他们带上 有什么事啊 也可以拆遣他们 去吧 三双奶奶请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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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这样也好 三少奶奶总算是愿意出去了 可算是缓过点劲了 是啊 自从林老爷去世 三少奶奶就一直住在亭香园 三少爷都游着她 不过这长此以往 也不是个办法呀 这爹说没就没了 混缩是谁 也承受不了这样的痛啊 杭景 你来干嘛呀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 学校有我们呢 你就放宽心吧 我先去上课了啊 下课回来陪你 好 林小姐 有人送东西给你 是谁送来的 不认识 不过人还在门口啊 您好 我是林航景 请问是您送来我父亲的手稿吗 我是在南苑疗养院 照顾林宫的护士 我姓冯 南苑疗养院 今天我过来就是想告诉你 其实 你等等 我父亲为什么会在南苑疗养院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下午四点 难保开飞厅 我等你 还有 千万不要向萧三少提起此事 不然我就没命了 三少奶奶 三少奶奶 这是亲狼给您买的点心 让我送来 好 你们两个在这里守着就行 是 林姑娘 冯小姐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林小姐 其实林宫大半年前就已经重获自由了 但是萧三少把她软禁在南院疗养院里 所以才使得你们妇女无法相见 你说什么 林宫平日里待我极好就像我的半个亲人 我见她天天思念您 却又不能相见 我实在难受 但是我又不敢得罪萧三少 前几天 我听说林宫去世了 我心中复旧 所以才赶过来 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 林宫实在是太可怜了 你为什么突然跑过来跟我说这些 不管你说什么 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 林小姐 我句句属实 一开始 我也不知道萧三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有一次无意间 我听到一位姓末的军官问他 为什么不把林宫接回北兴城 三少说 这样才能让杭锦留在我身边 林宫住的这家私人疗养院是绝对保密的 一切都由萧三少亲自安排 你可以看一下这些单据 上面都有萧三少的亲笔签字 林宫住的这家私人疗养院是绝对的 我以为你能够拒绝对保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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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林宫 但你 千万不要向萧三少提及此事 否则我就没命了 还有张普林张宫 刘仁与刘宫 他们都是林宫的御友 出狱后 还到疗养院来看望过林宫 他们都知晓此事 喂 是张公管吗 我是林堂生的女儿林航景 有事想请教张公 嗯 我记得很清楚 林宫几个月前 就被成都军释放了 好 好的 谢谢您 你好 是刘宫管吗 我是林堂生的女儿林航景 有事想请教一下刘宫 林宫几个月前被释放 我七月才脱离牢狱之苦 后来我们还见过一次面 只是林宫身体不太好 我和林宫关押在一起 不会弄错的 林宫是萧三少的老畅人 成都军自然会给这个面子 林宫缘 工 工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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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知道我最在乎的是什么吗 是夫妻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我希望 我的丈夫不要有事情瞒着你 我笑北辰临时 从今以后 绝不会再骗我的妻子令行情 行情 是不是又想跌了 行情 你要答应我 以后无论怎么难过 你也不能这么做 这样会生病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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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渡君还了爹一个清白 这件事情很快就会公之一中 爹在悬下有之 一定会感到安慰的 三哥 爹要是早一点知道的话 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你说是不是 是 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好了 好 别逗响了 喂 哪位 风起 庞景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你说 只要我能帮上 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我想 离开北新城 你让我说的 我都说了 很好 从今天开始 走得越远越好 是是是 谢谢凤琪小姐 莫西莫西 左腾会长吗 凤琪小姐 怎么会突然打电话给我呢 我想请左腾会长 帮我一个忙 我愿意为您笑了 不知是个什么样的梦 我听说 你最近在约萧北辰 能不能 过两天约他看一场戏啊 好 这又是为什么 你就不要管为什么了吗 你不是说过 我们两个交朋友 可以互相帮助吗 好 我答应你 那到时候 就点一出 霸王别姬吧 什么 林行锦跟木子正要私奔 嗯 这个女人到底有没有心啊 我三哥为了他都可以为他摘星星 摘月亮的 他居然要跟一个野男人去私奔 不行 我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三哥 哎 舒 舒姨 你不要这么激动嘛 我知道 三哥对他掏心掏肺的 可是 爱情 本身就是一种执念 不是谁对谁好 就应该在一起的 就像你跟沈大公子 你对他还不是一种执念 可 可是现在怎么办啊 他如果要走了的话 我三哥会疯的 其实这样做 反而对三哥是一种解脱 不然他跟杭景在一起 也是很痛苦的 我们就当对三哥好 成全杭景好不好 小姐 这是凤琪小姐送来的 说是请你看她的电影 知道了 你先去忙吧 你先去忙吧 姑爷 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冬大营都是些琐事啊 就早点回来陪陪你 要是 怎么今儿脸色这么差 可能是昨晚睡得不好 雨下了一整夜 打在院子里的那些树叶上 沙沙地响 我就老醒着 为了能让你睡个好觉啊 我看 这移院子的树 我都给它移了 你要真把它们移走了 我可能 一整年都睡不着了 昨天 我还想着 在院子里 种一棵桃树呢 桃树 小的时候 我爹曾经在老家的院子里 给我种过一棵 如今他走了 我也想种一棵 就好像他还在我身边一样 明天 我就让小荣子去办 毕竟 红蓝星冬日 满园桃花生 这也是美满婚姻的好招头 我听说 桃树三年开花 两年结果 而有的桃树 一辈子都不会开花结果 没事 那我就要陪着你等 直到那一天的到来 别多想了啊 过来 我一直有个遗憾 是什么 我没有向你修过婚 我们两个 从来都没有将名字 落在婚纸上 我们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婚书 不如我想让我们两个履行这个仪式 日后 我们便没有协议 相濡以沫 白头道冷 好吗 好 我答应你 不过我现在还在守孝 等出了孝期 再办这个仪式吧 好 明天 我想去牧园 看看我爹 好 那明天 就让七姨陪你去 好 三哥 三哥你今天到底有什么喜事啊 忘命 不过我真是很久都没有看过三哥那么开心了 人家都说人生有三大喜事 三大喜事 金榜提名 金榜提名 升官发财 升官发财 洞房花烛 你其中肯定占了一样班 你就不要想从我嘴里边淘出任何 好嘞 今儿晚上 我就让你们两个陪我喝 喝 好 喝 好好喝 反正咱也问不出来是吧 不醉不归 行 不醉不归 我们祝三哥得偿所愿 来 少爷您好好休息啊 我现在下去了 再去哪里 快去哪里 他就是 嗯 你别的 中文字幕——YK 你知道吗 我多想 一直这样安静地在你身边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离不弃 为什么 你明明答应过我 绝不再欺骗我 你明明知道 我等了我爹那么多年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爱你 但是我不知道 怎么原谅你 我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再和你生活下去 如果我们的相遇是个错 那现在 就让这个错误结束吧 但愿我们余生 都不再相遇 飘零的夜 遮住你眼睛 雨落窗台 留下的远迹 很悄然的放弃 不要 尘封的消极 不要理了 莫瑟的梦 遥不可及 不要理了 再不需要 言语的承诺 但至少我 曾经拥有过 笑容像一首歌 沉醉了你我 孤身的我 选择坠落 破晓的爱 在黎明后重生 一地的伤 怎么开出绚烂 记忆荒芒 浅没了过往 我的寒 将心埋葬在深夜 万丈 将心埋葬在深夜 万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荣 小荣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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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醒了 嗯 少奶奶来过吗 少奶奶 三少奶奶 不是一直住在亭香园吗 哦 今儿一早 她就跟七夫人和四小姐 一起去墓园了 好 背车 去大河上会 好 我去大河上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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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extent us 舒怡 你今儿可是太阳打 西边出来了 居然跟我们一块去 我怎么就不能去了 反正我一个人在家也无聊 行啊 算你懂事 救命啊 别跑 救命啊 打开 别跑 别跑 哪跑啊你 你爹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放开 放开我 怎么回事啊 七姨 这伙人也太猖狂了 不行 我得下车去看看 书姨 你别跟着凑热闹啊 行警 你干吗 我也下车去看看 放开我 好 注意点 让一下 让一下 散开 散开 后退 后退 不回去 好 回去 放开 放开 后退 后退 你们俩赶紧回车吧 夫人 在我脸 我必要把我卖到瑶子里去 那不是原态的地方 我自得不要回去 先起来 起来 起来说话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光天化日的 强迫一个小姑娘 这位太太 我们这可不是强迫啊 这个呀 是一种买卖 卖身器 白纸黑字 写得清清楚楚 这是她父亲的手印 来 您打眼儿看一下 放肆 这位是我们萧福的七夫人 别靠近 别靠近 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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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怎么回事 七夫人 您打人有大量 我永远不许泰山 凤琪准备的车 绝在后巷 赶紧走吧 树衣 谢谢你 你不用谢我 我不是在帮你 我是在帮我三公 你走了就不要回来了 快走吧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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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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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线给她 是 我 这 还不快滚 谢谢七夫人 谢谢谢谢七夫人 来 姑娘 拿着 保护好自己 快回去吧 谢谢七夫人 谢谢七夫人 去吧 去吧 都散了吧 散了吧 散了吧 散了 散了 什么事啊 大清早 行警呢 我不知道啊 刚刚还在这儿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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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点点点点 三少 明玉岳的赵家班 名震北新 余妙绕梁 此次我班门弄斧 让您评评 我这里的戏码如何 真是颇有异国他邦之位 三少见效了 霸王别姬这一辙由来已久 原本是从昆剧千金记里脱胎出来的 很多名家都唱过 看来我这次 是让我的人献丑啊 看来左腾会长 对京剧也是颇有研究 您这班底 快赶上我们黎原大拿了 不敢的 那 其实这次专程请三少来 一事赔罪 上次在白云渡码头 我的手下吉田和三少有些误会 还望三少海寒 二是表示感谢 大和商会落脚北新 贸易上往来多有便利 还有来三少的炸国 您也不用谢我 这是都军的命令 是都军下令 让整个直北对外界 开放经济贸易往来 那我就多谢金独军和三少了 您客气了 傅司令 府上出事了 是 自成 我没有想到凤琪找了你 我的决定我自己负责 你还是走吧 现在没有人帮你 你好不容易逃出来 难道就想马上被抓回去吗 可我不想再让你冒险了 我是负责把你安全地 再送到南边 到时候就算你不说 我自己也会走 我去这儿 我去这儿 看来萧北辰已经封锁了各个路口 我们只能先去别的地方了 都风头过了 再离开北辰 老三 怎么样 找到人了吗 你把行警藏哪儿去了 三哥 你说什么呢 我跟七一起发现行警不见了 我怎么知道他散了 还不说实话 我真的不知道 把人搭上来 走 四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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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好了天大下来 您替我带着 您可不能不救我呀 四小姐 这不是那个 书姨 书姨 这些人是你找来的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没错 人是我放走的 但是就算我不放走她 她的心早就飞了 三哥 我真的是受不了你 每天为了这个女人 魂不守舍的 她心里根本就没有你 是她自己要走的 我再次警告你 我的事情用不着你管 把人蹭哪儿去 我不知道 就算我知道 我也不会告诉你的 有本事你打死我好了 老三 书姨可是你的亲妹妹呀 萧书姨 你长没长心呀 你想把你三哥气死 是不是啊 你快说 判警在哪儿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安排一辆车上的 他走了就这样 和谁走了 木子正 老三 三哥 再来 走 走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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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盼望着 春风浮沫 谁在凝望着 摇曳的花朵 谁在仰望 这夏夜满天星河 谁记得一颗流星转瞬而过 谁害怕心痛 否认心痛 任孤独涂抹彼此的保护色 谁会甘愿蹉跎 我这样擦肩而过 也要做一颗流星给你温热 我在天空花出 你侧隐的轮廓 让我再明亮一次照耀星河 至少一次飞舞 不会再坎坷 用我一生守候一个承诺 我真心拥有我 哪怕短暂快乐 留给岁月一抹 温柔的色 下次流星花光 如果还记得 我曾在天空 我曾在天空眷恋你的轮廓 我在天空 我在天空花出 你侧隐的轮廓 让我再明亮一次照耀星河 你侧隐的轮廓 你侧隐的轮廓 我曾在天空眷恋你的轮廓 我曾在天空 我曾在天空 你侧隐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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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空 就趕白自哦 你侧隐老去 你侧隐的轮廓 你侧隐 level 你侧隐的轮廓